讲到一个与空姐有关的话题 这是在上个月 上个月的时候一件旧文 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一直在等你 本来你上次回来我想去聊这事 结果你又飞走了 什么事呢 5月28日的时候 有位著名的翻译家 叫林少华林先生 少华先生 他很有名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 我和空姐 不是叫做和空姐吵架的我 这篇文章 我跟你讲也算轰动一时 反正我看的津津有味 我先向我们家空姐介绍一下 林少华是何许人 林少华其实是一个著名的翻译家 大家看 这二位 左边这位其实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日本著名作家 村上春树 右边这位姐姐 不是不是 右边这位大叔大哥 对他就是林少华 林翻译家 就是有很长时间吧 其实那个就是 村上春树的作品都是林少华翻译的 比如说去中国的小船 就是他翻译 反正咱们家你看到我一大堆 那个书 都是他翻译的 对 然后这次他就发表一篇文章 他是发表在新明晚报上 和空姐吵架的我 我跟你说 我一看到这标题我很吃惊 林少华先生 那绝对是有才华 应该就得有五六十多 对 这我不知道 但是他按说空姐 你没有 反正我从你这了解 都非常的温婉 对 然后非常的和蔼 怎么之间会发生吵架呢 然后我就读到这篇 令人惊人的 感到惊奇的文章 是这样的 快快讲讲 我也想听 好 快讲啊 我考不论才拿上那感觉 你不要着急吧 我在揣摩林先生的感觉 做一个翻译下 空姐 空中小姐 亭亭玉立 举止得体 美目叛息 巧笑倩息 然而 我和公姐吵架了 居然 我跟你讲 林少华的语言风格是这样的 他会道指 比如说 他不是说 我居然和空姐吵架 他说 我和空姐吵架了 居然 因为他那个翻译的 就是村上春树作品吧 原来也是这样 比如他讲一个事 对 然后说 懂的 懂 就是明白吧 他把那个放到后边 对 我以前还真的误以为 这是村上春树的风格 就后来才搞清楚 这是林少华翻译的风格 对 OK 然后他说 飞机 闲来无事 见坐椅背 正好插有时尚杂志 于是 捏出 你看人家 你看要是我就抽出 拿出 抓出 人家是 捏出 捏出 捏一个捏出 捏出 捏出 一个捏出 一个捏出 作家 对 就是这种文化的感觉 就是不一样 扑面而来 然后是什么呢 New Air 新航空 新航空 是山航机舱杂志 而我做的明显不是山航 也罢 什么航无所谓 只要航空就行 也巧 随手一翻 里面 有我一篇小文章 配图照片明显是我 十二年前的我 可比现在的我年轻多了 风流倜傥 萨爽英姿 我一时 看呆了 我这个感觉不到位 你给我抽本杂志 随便 随便拿一本 好的 你给我一本 行尸走肉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买的 行尸走肉的漫画 我这随便拿的 对 也巧 随手一翻 僵尸 这不是啊 随手一翻 里面 有一篇小文章 配图照片 明显是我 十二年前的我 可比现在的我 年轻多了 风流倜傥 萨爽英姿 我一时 看呆了 我也看呆了 正好是个僵尸 在吃人那里 那个下回 还是抽一本 合适的杂志 文章也是我写的 不是大哥 这当然是您写 我一失乐园 村上倒是说 他从来不重读 自己写的东西 我不同 孩子 总是自己的好 必走自真 重读当中 时而赞叹 自己居然如此有才 时而诧异 何以这般愚蠢 一惊一喜 惊喜交加 可比看别人的文章 好玩多了 我怎么就说半天 好像与空姐 没什么关系 然后 不是我就跳过一段了 然后 如此浮想连篇之间 一位空姐走来了 停停停停 如梦如幻 空姐 灵子 黑木桶 空姐 空姐一只手 把一落报纸 拖在胸前 一只手 把小本本举在眼前 我一向喜欢看报 一瞥 见是环球时报 就更想看了 我关心环球大事 尤其关心时事 于是 信称出的伸手讨要 不料 空姐 硬生生 把我伸出的手 晾在一边 转而 面对讨好的笑容 轻声 问我旁边一位 看手机正看的 入迷的先生 要不要看报纸 我有些不悦 也颇微不解 但没说什么 公共场合 对方又是女孩子 烧青 又一位美女空姐 像怀抱一只眼 看就要下蛋的 小母鸡一样 抱着报纸 款款走来 我又不知趣 或者条件反射 般的伸出手去 他略以迟疑 老大不情愿似的 给了我一份 我也略以迟疑 问他报纸不够了吗 他说不是报纸不够 是服务程序 服务程序 什么服务程序 我终于按捺不住 反唇相机 一块钱印章的报纸 也好意思用来 分个高端低端吗 若是贵宾舱 或者商务座 倒也罢了 同样的座位 同样的客人 何苦非要来个 三六九等不可 罢了罢了 报纸不看了 无字气恼之间 一位看上去年纪偏大的空姐 稍后走过来 静字走到我的面前说 您好 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 听说刚才您伸手要了两次报纸材料到手 我批评了他们 我怒气未消 您要是印尼进口的皇冠丹麦曲奇 法兰西的人头马威士忌 或者一盘热气腾腾的肥肉馅饺子 我一般不会伸手讨药 活到这把年纪了 那点分寸感还是有的 可问题是一张报纸 一张报纸 空姐儿你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有教养的人 理应晓得一张报纸是小 损害人的自尊是大 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自尊活着的 就好比汽油 为飞机提供了航空动力 说到这里 我陡然打住 哎 你这位翻译家其实没少说 但是他还是及时的打住了 这里又不是演讲会场 是狭小的机舱 对象也不是高校师生 而是前来向我解释和道歉的空姐儿兼乘务长 哦 是的 我是来北京演讲的 前天晚上在北大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昨天晚上在清华 清华研究生会 张张笑脸 阵阵掌声 闪闪明眸 朵朵鲜花 坐无虚席的会场 要我千年的长队 我是那么兴奋 甚至沾沾自喜 不知今夕何夕 虚荣心 自尊心 得到莫大的满足 不料今天一张报纸 却让我的情绪一落千丈 莫非二者反差使然 使得台上演讲的我 一下子成了和空姐儿吵架的我 还有吗 来了 这份文章就是这样 空姐儿 其实我很想知道 你们在飞机上发报纸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就是你是说他为什么两次 对 就是一张环球事报一块钱 我分析可能第一次 肯定是那个人 看到他手里有杂志 就觉得肯定是有人发过了 对他正在看杂志 而且看呆了 人家不会回避这个人 人家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呢 对 第二次 第二次 然后他要了 可能他 这就是肯定是在说话方式 可能也许也有那个空姐的问题 就是他可能 因为他第二次要了 肯定是经过一段时间 他们已经在有很多服务程序了 大家 其实上课那段时间特别紧张 所以抱着同事的角度 我还是挺理解他的忙的 他可能当时没有绷住自己的表情 但是他还是给了 那有没有可能 就是这个送报纸这是某项VIP服务 不是 不是吗 哦明白了 是是送报纸是VIP服务 但是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做头等舱 既然是做头等舱 那每个人都有报纸 他不是 我从他刚才说的 他好像还真不做在头等舱 因为他说如果是头等舱 或者商务座怎么怎么的 然后现在大家都做一样座 所以我估计他是在经济座 没有 他说的那意思好像就是 如果对方是那个高等舱 然后我是经济座的话 OK好吧 我觉得是 因为他这种人应该肯定是 好吧 林少华先生呢 反正这次让我大开眼界 也终于解开了我的一个谜 其实 什么谜呢 一直以来 我都想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村上春树的作品 不是林少华翻译 应该是个什么味道 你知道我为了读村上的作品 我其实曾经动过 想学日语的念头 是吧 对就是只要能让我读 我不会说没关系 但是我现在隐隐约就 由此经过这次 就是说林先生 林翻译家跟空姐吵着一架之后 我更加的有一个念头 就是我非常希望 一些出版社能够把 那个村上春树作品再版 换翻译家 让我看看 因为我总觉得读有些的时候吧 你知道吗 就特别逗 比如说就是翻译家嘛 对然后版本书翻译出来就行了 但林上华不一样 他每次就翻译村上春树作品 他会先来一个 他的一篇文章 就对后边书的解读 然后放在书的前面 我每次看到这个 都觉得忍无可忍 而且我觉得 他的好多文字 有点看不懂 反正我是看不懂 就每次都前不搭 后不搭的那种 对 恕我直言 就是刚才在这段文字里边 我看到的是一位翻译家 在那沾沾自喜 坦率讲空姐在里边 只是一个噱头 一个标题 实际上真正的是 通过空姐来引出来自己 比如坐飞机 发现自己翻译的文章 以前写的文章 坐飞机 然后想到了自己 给北大演讲 给清华演讲 多么的受欢迎 等等等等 我是觉得 但是其实啊 你这个换做一个正常角度 这种事太多了 真的是听都听顶了 但是其实这种事 又是非常非常低级的一个小问题 空姐千万不能再说 你知道吗 可能不小心翻译家 翻译家找我 我不怕 他找你 然后就麻烦了 我不是在说翻译家 就是说这个 当时飞机上遇到这种问题 就是我们可以很好巧妙的去 解决它 就是理解嘛 所以如果你碰到这个翻译家 我觉得你说不定能够激发它的灵感 再去翻译一篇 OK